大家好 我們想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今天我們全台灣的天氣 還是受到後面雲系的影響 只是這套後面雲系的結構沒有那麼紮實 所以其實各地降雨的機率 這個降雨的情況並沒有很明顯 但是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附近的這個雲量還是很多 只是都是一些比較零散的雲系 那麼當然現在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目前在菲律賓的這個西方以及東方 各有這個熱賴性的天氣系統 在我們西方的話 是在這個南海北部 這邊有一個熱賴性地區 還在持續發展當中 預計未來大概一到兩天 就有機會增強成為颱風 那麼目前看起來它的路徑的話 是不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台灣 起碼短期之內這個機會是相當的低的 那麼預計呢 外來它會持續的朝北邊移動 可能會接近海南島到廣東附近 所以提醒大家未來的幾天 大概三天內如果要前往這個南方的話 像是海南島或是廣東 可能要特別注意這個熱賴性地區 再加未來的發展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現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其實還有兩個熱帶擾動 也還在持續的發展當中 那麼這個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 這個中間變數還滿多的 因為在未來的一個禮拜之內 還要特別注意的是太平和高壓的整個走向 以及北方的這個封面雲系的這個影響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可能起碼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台灣是不至於受到這個熱賴性的天氣系統的 直接的影響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它的外圍環流的這個雲系跟氣流 會我們台灣帶來比較顯著的偏南風 以及暖濕空氣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午後的一陣雨 尤其現在封面已經要逐漸遠離台灣了 明天封面離開之後 太平洋高壓會逐漸減弱 像我們台灣的未來的這個禮拜 會轉成比較明顯的有點偏南風 都是暖濕空氣 所以溫度會逐漸的回升 因為變成比較熱的天氣 同時在山區也會比較容易有這個午後的一陣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的留意 我們來看一下外來四天比較容易下雨的區域 主要是在我們山區 是比較容易有這個熱對流發展起來 提醒大家如果前往山區要特別注意 這個天雨陸滑以及打雷閃電的情況 那麼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大概是在多雲的一個情況 然後特別注意的是我們中南部的空氣品質 是有機會來到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那麼在明天各地的天氣 白天會逐漸溫度會回升 可以看到中午高溫幾乎都可以來到 32到35度左右 因為變成逐漸變成比較熱一點的天氣 那麼同時要特別注意的 還有這個山區可能會有一些 午後的一陣雨發展起來的情況 另外就是我們西半部的空氣品質 因為慢慢的轉成有點偏南風之後 風速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擴展條件沒有那麼好 所以空氣中的污染物就會比較容易累積起來 包含細懸浮為例 PM2.5 以及中午前後的臭氧濃度可能會比較偏高 有機會達到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要特別的當心 所以幾個重點提醒大家 禮拜一的時候風面雲氣會逐漸遠離 氣溫逐漸上升 轉成比較熱的天氣 另外西半部要特別注意的是空氣品質 禮拜二開始 捕獲了一陣雨的機率會大幅度的增加 那麼當然未來的這個禮拜也要特別關注 南邊這個熱帶陽面上的熱帶擾動 以及熱帶心地其他發展的狀態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門 詳細的天氣數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